20世纪初,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 但了解到美术工艺运动和新艺术运动之所以发展停滞 是对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断然否定 但许多设计师仍无法舍弃对于装饰的热情 转而思考如何运用机械的力量结合手工艺 并尝试简化、舍弃对于繁复造型的追求 打造简约与美感兼具的艺术品 1903年,约瑟夫·霍夫曼成立了维也纳工坊 他们的设计风格深受苏格兰设计师查尔斯·麦金托什的影响 并对于新艺术繁复的风格首先发难 预用几何造型替代蜿蜒缠绕的有机曲线 霍夫曼的作品《斯托克雷特工》 建筑外观以立体造型构成 再以珠铜相边装饰 即是新艺术过度装饰艺术的代表作 装饰艺术和新艺术同样崇尚手工艺 但装饰艺术不排斥产品的机械化 更采取折衷立场 探索在工业化的协助之下 让产品同时保有华贵装饰与规格化批量生产的可行性 另外,装饰艺术发展时期和现代主义相近 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 装饰艺术同样远离写实风格 不断寻求新的发展主题 与钢铁、玻璃等新材料的使用 倾向形式的简化、抽象化 关注色彩、线条和体积等基本元素 而有别于现代主义为大众服务 秉出装饰的诉求 装饰艺术则多以服务上层阶级为主 更采用稀有贵重的材料与产品装饰之上 20世纪以来 非洲和南美洲部落的原始艺术 其面具与木雕 俐落且夸张的特征 造就了立体派的独特观点 而毕卡索的雅威农的少女 就受到非洲原始艺术的启发 而野兽派强烈对比的用色 平面化的构图布局 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觑 立体派与野兽派撼动了艺术界 也开启了几何化与强烈色彩的艺术应用 1908年 由迪亚基列夫率领的俄罗斯芭蕾舞团 他们在巴黎的巡回演出 取得了莫大的回响 热情奔放的音乐 精湛的舞蹈表演 强烈明艳的舞台视觉效果 和野兽派如出一彻 让巴黎观众为之风靡 法国服装设计师保罗波列 更从俄罗斯芭蕾舞团前卫的舞台 和服装设计中找到灵感 大胆地将华丽独特的抑郁风情 作为服装追适 更受到穆斯林妇女服装的启发 创造了哈伦库 使得西方女性可以抛弃强群的束缚 自由自在的活动 1922年 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 在埃及发现了金碧辉煌的图坦塔门陵墓 黄金灌木 法老面具 还有超过5000件的豪华文物 揭开贵力的古埃及艺术的神秘面纱 更将考古热潮推向高峰 设计师除了借鉴古埃及的图腾 玛雅的箭矢形 阿斯特克的放射形 还有阳光放射形 重叠箭头形 爆炸星形等等 都可以发现南美洲 中亚等古文明的痕迹 而工业快速发展 汽车轮船的出现 也使得流线造型 运用在器皿与建筑之上 金属制品大师 博弈辅家 正是受到大型豪华邮轮的启发 将银制茶具和咖啡器具 设计成传手的模样 而代表机械的连续图腾 如折线形 表现电力与速度的闪电形 也频繁地出现在许多 装饰艺术设计师的作品之中 装饰艺术之名 源起于1925年 巴黎的国际现代化工业 与装饰艺术展览会 法国西纪借此展览 可以挥去一战之后的阴霾 超过23公顷的场地 法国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展区 展示了装饰艺术的建筑与装饰风格 凸显出法国设计的活力 与装饰艺术的美学 更借由博览会的推动 成功引起国际上的注目 1925年至1935年间 装饰艺术快速在国际间造成流行 法国杰出的装饰技艺 主要体现于家具设计上 制作手法承袭了 17、18世纪以来 悠久的手工艺传统 更融合了现代的材料与造型 例如设计师卢尔曼 他的家具外形设计简约大方 与别致的装饰形成强烈的对比 甚至大胆地将昂贵的木材 与钢管做结合 通过精湛的手工艺 设计出具有现代奢华感的家具 另一位家具设计师 皮耶·勒格兰 使用了棕榈木 上等牛皮 巴马纹样的天鹅绒等 新奇稀有的材料 塑造出同时拥有非洲艺术风格 和立体派艺术样式的家具 豪华精美又带有粗犷野性的韵味 爱德格布兰特设计的屏风 绿洲 以金属锻造而成 屏风上是满抽象画的花叶 衬托华丽的喷泉装饰主题 尤其引人注目 法国在漆器和玻璃工艺上 也有许多令人惊艳的艺术品 在漆器工艺的领域 出类拔萃的设计师 上杜南 他设计的漆器 融合了埃及日本的古典风格 以对比鲜明的色彩 戳向几何表现形态 更少见地使用珍珠母 碎蛋壳 镶嵌装饰 城市野兽派画家的莫莉丝 马里诺 转换跑道学习玻璃工艺 他耗尽心力掌握了玻璃制造技巧 探索透明玻璃的潜在特性 创造出如雕塑般 具有厚实质感的玻璃器皿 绘画方面的代表人物是 波兰籍艺术家 蓝毕加 他的人物肖像画 表现了装饰艺术时代的 都市生活锋芒 并以抛光的曲面结构 来表现画中逊丽的人物 装饰艺术知名的平面设计师 卡桑德尔 他设计的海报 充分表露机械之美 擅长以透视手法 加以扭曲或分割结构 再重组画面中的物体 卡桑德尔更以装饰艺术的特征 设计出一系列字体 英国是最早发起设计改革运动的国家 美术工艺运动之后 各国纷纷响应参与新艺术运动 英国却仍固守传统复古的设计路线 一直到1920年代末 英国才缓缓地跟上设计运动变革的行列 不少建筑与室内设计 开始出现了装饰艺术的锋茫 例如伦敦的每日快包大厦 其流线型的建筑外观 室内大厅布满几何装饰图案 匠心独具且富于现代感的喷泉造型的天花板 展示了典型装饰艺术的建筑风格 1930年之后 手工制品已大幅被机械量化生产取代 装饰艺术开始出现在碗盘 茶具、花瓶等居家用品上 让一直以来 总是与奢华画上等号的装饰艺术 在英国变得非常大众化 陶瓷设计师克拉利斯·克利福 他从立体派艺术取得灵感 善用对比色创造抽象图案 打造了一系列颇受好评的陶瓷产品 1920-1930年代 是美国爵士乐最盛行的时期 爵士乐的节奏韵律感 极具感染力的音乐和表演方式 也常于美国的设计中体现出来 以至于装饰艺术在美国也称为爵士风格 美国的装饰艺术主要展现在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 代表建筑有帝国大厦 克莱斯勒大厦和洛克斐勒中心 其中克莱斯勒大厦由建筑师威廉范艾伦所设计 建筑顶部使用镀镍的不锈钢材质 七层的弧形逐渐缩融成醒目的新芒尖塔 入口大型玻璃门 室内大厅墙面 地面 电梯 接精心装饰 流露出独具一格的华丽时尚感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 百业萧条 成千上万的人面临失业 而此时好莱坞创作的一部部电影作品 不论爱情 喜剧 文艺片 皆振奋了人们落寞颓丧的心灵 更刺激了电影产业的成长与发展 一床床设计形式大胆夸张的电影院 形成了独特的好莱坞装饰艺术风格 装饰艺术更经由电影场景的推波助澜 透过画面推送给观影的群众 装饰艺术不仅延续了新艺术的能量 加上多元文化的图腾 与新时代的工业符号 彼此兼容并蓄 让装饰艺术拥有多样化的风格 虽然装饰艺术的富丽气息 二战之前因不合时宜而略显颓势 在战后更是难以为继 但装饰艺术并没有因此消逝 沉浅了将近四十年 又重新返回后现代主义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